哈囉大家好 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 航海王熱線航線啦 那最近大家都知道哲平抽到了我們的鷹眼嘛 那其實哲平目前來說覺得就是我三隻角色中啊 其實星屬性的騙人部 打關卡還算是比較難打一點點 我還是比較喜歡那種近距離攻擊的角色 或是像是羅賓那一種的喔 所以今天我們就再來抽一抽我們的角色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一個那個 新的星屬性角色或是能不能抽到SS級的角色喔 那其實我們這邊的話 航海之路這邊的這個三隻啊 SS是黑竹三隻 他也是我們這個星屬性的角色啦 所以其實我只要努力的認真結合我們任務的話 應該也是沒什麼問題的喔 那試一下的話 哲平會先把我 就是那個劇情關卡都自己打通過 因為好像還蠻多人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劇情關卡影片的話 基本上觀看數是比較低的 大家比較喜歡看抽卡啦 所以我就盡可能就是試一下把關卡自己打一打 然後讓我們就是之後有一些更多的新的活動啊 或是新的角色就可以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那今天我們就繼續來抽一下我們鷹眼的卡池 那另外為什麼要抽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每345抽啊 都會必中一隻那個S級的角色 那我們之前已經抽了這個25抽 就是已經抽了10抽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有25抽 把它抽完之後的話 是有一隻S級以上的夥伴喔 那如果抽到鷹眼的話還算是賺 那如果再抽到一些其他的S或SS級的夥伴的話 那就大賺特賺了這樣感覺了好不好 那卡池香情這邊的話呢 裡面一樣會有我們的艾絲啊 還有艾涅爾跟我們這個 鱷魚喔 那基本上我覺得好可惜喔 因為艾絲的話他是技屬性的欸 所以如果我們又抽到艾絲的話 這邊的話我們就有兩隻技屬性的角色 在一些關卡上面來說的話 有些是只有限制我們新屬性或是力屬性的角色啊 所以會比較尷尬一點點了 不過沒有關係好不好 我們就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抽到好東西 欸 這邊的話基本上新屬性的話大概就是羅賓吧 跟我們的艾涅爾這樣子喔 希望都可以抽到 那今天的話就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25抽 S必中會出現哪一隻角色咯 來看一下啊 10抽 魯夫 你最好是給我找到好東西喔 好不好 給我找到好的人魯夫 拜託 SS 求你了 來 亮金黃色的吧 欸 這遊戲最酷券的就是 他保底的S 如果你在他保底之前抽到S的話 是不算會扣到保底的喔 就是這遊戲最佛的一個地方喔 因為我們上次抽到SS 我們也沒有重新刷新喔 所以你只要在這之前如果有中到S或SS的話 你就超級無敵賺 好 沒問題 下一隻 SS 金色的 有沒有 Jungle NO 再來 橘色的橘色的橘色的橘 可惜 又是我們的這個 好多天神啊 又是我們的天神 可惜可惜 但天神我蠻喜歡 我蠻喜歡空島的時候他們就是會在手掌心裡面藏那個 衝擊背喔 那個還蠻帥的 那個很酷喔 橘色橘色 有沒有 紫色的 是我們的小鳳鳳 Mr.2 好不好 最近在打阿拉巴斯坦啊 所以會遇到他好不好 小鳳鳳 可愛可愛 不是可愛啦 還行還行啦 小鳳鳳其實還蠻ok的 又是 哇 好多天神喔 不要再來啦 天神 給個SS或是 S吧 好不好 上次運氣這麼好 這次也該這麼好的對不對 值得的值得的 是誰 是我們的那個 月夜黑貓團長啊 這個應該是 洛克還是克洛 克洛 好 再下一隻 橘色的 沒有 是綠的 哇 又是你 很常出現欸 哇 可惜 沒事 沒事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要把那25抽抽完喔 這邊的話 算是比較可惜一點 但是 超多紫色跟那個 我們的那個老頭的喔 再來是我們這邊的 10抽 GOGO 我們先把5抽抽完好了啦 5抽抽完 來 單抽觸擊技有沒有可能 來吧 單抽觸擊技SS SS 有 來了 哇 又是老頭 再繼續 單抽SS 我們先把5張抽完喔 因為 這邊的話最後10抽 就會有一隻S 來 我求鳳鳳 好 看一下喔 先出去看一下 剩下 3抽 3次單抽好不好 來 SS 有沒有機會 不會 好險 章魚小八 我以為又是天神 我會哭死喔 來 兩張 其實這個遊戲說真的 他送券還算送的還蠻大方的 而且我們就是那個 金幣果實啊也是還蠻大方的啊 就是 至少都還算是蠻多的啦 那算是因為哲平 第一次那個鷹眼10抽就中好不好 那個跟大家不能比喔 來了來了來了 求你啦 魯夫 SS 找你哥哥好不好 你哥哥 怎麼都是天神啊 好 來了 那我們這邊最重頭戲的部分喔 我是希望可以中到新的角色啦 新的角色 因為利的角色跟我們技能的角色的話都是 就是近距攻擊的嘛 就算還蠻好控的 那如果這邊能夠抽到新的角色 就可以了 拜託 來吧 最後的10點抽 求你了魯夫 來個SS吧 求你了 多一點多一點多一點 SS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來了 這是誰 摩根 這是我們的扶手蒙卡好不好 扶手蒙卡 再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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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會保底喔 又是扶手蒙卡 沒有 紫色的紫色的 哇 小粉紅 又是小粉紅啊 我是希望也可以來一個再一隻SS角色但也很好 拜託 啊 很多喔 達斯奇 達斯奇也還行啦 但是也都是技屬性的角色喔 可惜可惜 喔 隸屬性的喔 來 我們的S 還沒 最後一隻欸 這隻是保底欸 各位來了 最後一隻保底 是誰 喔 巴奇 不要鬧 巴奇 喔 天啊 好吧 巴奇 喔 巴奇沒有很開心欸 因為 巴奇這邊的話 他也是一隻那個啊 技屬性角色的 但是我技屬性角色 基本上練鷹眼就夠了喔 啊 啊 不開心 不開心 算了 來去阿拉巴斯坦吧 喔呦 煩欸 怎麼這樣 喔 可惜可惜 我記得這邊的話 接下來要去那個 要去喬巴那邊 因為辣妹發高燒啊 所以要去那個喬巴 辣妹會死嗎 去找醫生 我一定要救辣妹 我有事拜託大家 聽薇薇說話 來了 我們要去找醫生了 現在我的國家已經陷入空前危機 我必須盡快趕回去 不能有一刻猶豫 所以我希望這條船以最快速前往阿拉巴斯坦 當然囉 不是說好的嗎 那麼馬上去找有醫生的島 盡快治好納美的病 然後向阿拉巴斯坦出發 這是條船 呃 這是這條船的最高速度吧 沒有喔 沒有比這更快的速度了 ok 還是要去看醫生了 維維公主果然還是個好人阿 他為什麼不趕快變裝阿 變成那個 很好看的維維公主 尋找醫生的途中被那個了 就是那個 那個誰阿 那個 齒骨王國的那個就是 波爾波嗎 還是瓦爾波 反正就是被一個那個 會變成那個 大鋼城堡的一個那個果實的一個人打 就是他了 瓦波爾 欸瓦爾 瓦波爾阿 我們想去鐵桶王國 你們沒有 永久指針或紀錄指針嗎 我們既沒有那種東西 也沒聽過那個國家 我說你們應該已經沒事吧 那就快回吧 別急嘛 人生何必如此匆忙呢 既然你們沒帶指針也沒辦法 總之你們的財寶和這艘船就歸我了 那就是 開幹的意思啦 好不好 來來來 管你有多強 我鷹眼開玩笑 輕鬆虐 好不好 其實那是因為我把鷹眼生得很高等喔 因為我之前是想要跟大家一起看故事啦 但是我發現就是大家好像 比較喜歡看抽卡喔 我們故事就自己看吧 哈哈 那把一些比較經典的橋段 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其實後面基本上也很少就是那個 索隆的部分了 哎呦呦呦呦呦呦 就是索隆要跟那個鋼男打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以這個 以這個遊戲開發者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會放就是 索隆跟鋼男打欸 因為那邊超帥的 那個 也是第一次那個獅子哥哥出來的地方 直接一刀流好不好 把那個 就是鋼鐵男給打爆 777 好不好 太神啦 明明就是一個沒有果實的人好不好 還可以就是 輕輕鬆鬆把邊給打掉 真的很強 好 沒問題 跳過了 鷹眼 輕輕鬆鬆 打過打過 這可惜我們今天抽到八旗啊 怎麼感覺八旗好像 很好中啊 每一招都可以八旗欸 我還是比較想要羅賓 嗚嗚嗚嗚 羅賓 然後接下來基本上就要去前往找喬巴的路上了 其實喬巴這個 喬巴這個故事也是哭到爆炸啊 喬巴真的是超感人到一個爆炸的 骷髏與櫻花喔 天哪 哇 看到這個旗子 我整個雞皮疙瘩又起來了 尷尬了 哇 那我們基本上我們又花了我們的25抽 基本上是抽到我們的八旗啊 那其實這遊戲每一隻角色到最後都練起來應該都會有一些 好的一些幫助 因為他有一些友情技的東西喔 大家有沒有一些推薦的角色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平一起討論一起分享一下囉 那大家有沒有抽到艾絲或是羅賓或是我們的愛妮兒 你們覺得哪一隻角色最好用也可以分享給哲平知道 那今天就喜歡到這邊啦 我是視頻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